鄧文燦押或不押 今天您錄影的這個此刻 觀眾朋友法官檢察官正在進行第三回合的大鬥法 我要來告訴我們交保抗告發回 再交保再抗告再發回是要輪回幾次 這麼折騰下來 鄧文燦就算躲得過收押 政治生命沒死也半殘了吧 好 居然剛才有抱歉的觀眾朋友 昨天就在這裡 我就跟居然哥講說 進去了又出來了 進去了又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你要想說他怎麼樣 今天在這裡新聞 早就跟你傳邊邊 什麼意思 本來今天才知道高院會不會惡度跟財 結果高院在昨天居然快馬加邊講說 我們月券比大家想像中還快 觀眾朋友 昨天中午去查新聞 高院說到底要不要跟財 可能今天7月11日才有答案 但沒想到昨天傍晚的時候 高院講說 有沒有 3點還說不會跟財 結果到了4、5點的時候講說 我們快得很快 快得非常快 所以馬上就跟財 所以本來今天才有的答案 昨天已經給了 就是高院 二度跟財 桃園地方法院 讓鄭文燦交保的決定 那你是怎麼樣 我五百萬交保 你覺得不對 我一千兩百萬交保 你覺得不對 那怎麼辦呢 燦效不見了 只剩無奈 鄭文燦此刻也知道 這一關不好過了 觀眾朋友 昨天高等法院二度跟財 不讓桃園地方法院 交保鄭文燦的理由 全部給你寫出來 哇 直直細細細細細細說給大家聽 沒有灰色的地方 不是沒有灰色而已 看完以後如果我是鄭文燦 我的心裡已經涼了 對 這個就是昨天高等法院所發出 為何發揮跟財的理由 結果呢 觀眾朋友你注意看 我把它畫重點 第一個他告訴你 這個被告也就是鄭文燦 犯罪嫌疑重大 是 有沒有 犯罪嫌疑重大啊 七年以上 他用制裁條例 那你怎麼可以讓他隨便交保 請問另外四個人 陽姓 侯姓 廖姓 父子 有沒有收押 壓在裡面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他不用押 第二個 為什麼不用押 很簡單觀眾朋友 沒有篡證逃亡之餘的人 就不用押 那所以這個叫犯罪 這個罪行重大說 他不會逃亡啊 台灣地方法院跟台灣警察講說 你拜託 他是鄭文燦 他是行政院副院長 人家是有頭人人物 怎麼會逃亡對不對 好 來觀眾朋友 高院講說什麼 屈吉避凶跟這個 就是脫免刑責的人性啊 這是人性 不乏知名政商人士 在面臨重罪的時候 有逃亡的潛力 有沒有 所以他就直接打臉 桃園地方法院 重點是後面那一句 對 有相當理由認為被告有逃亡之餘 對對對 現在大家不好補看這一句 來觀眾朋友 這都不是我在講 是高等法院告訴桃園地方法院 是 你為什麼要讓他交保 你說他不會逃是不是 他這裡告訴你說 誰跟你講他不會逃 他會逃的可能 他居然把鄭文燦 可能逃亡的 possibility 含進來 而且認為機會還不小 對 所以你不能交保 第三個 那現在鄭文燦還是桃園市長嗎 不是啦 他不是桃園市長 怎麼會有影響力 你要看到喔 他怎麼講 他說鄭文燦呢 現在雖然已經離開 桃園市長的職務一年半了 可是基本上 他明顯忽略他的實質影響力 他覺得他是有影響力的 然後呢 再跟他講說 那你會不會串陣呢 不會啊 不是說四個人都壓住了嗎 他說不對 他說現在目前看起來有沒有串陣之餘 他說有 資訊流通發達 社群網站啊 有沒有 社群媒體營養無界有沒有 他要串供吃非難事 高院做出了五點的這個 這個怎麼講 他的意見表述 他完全接受了檢方的說法 就是鄭文燦的犯罪嫌疑重大 鄭文燦可能逃亡 是 他仍有影響力 不排除還有未浮現的相關人 所以這叫冰山一角 以及網路發達要勾竄不難啊 所以這五點講完以後 我就問俊翔哥 我們現在不涉入這個案子 每一個人都可以為自己的自證清白 我也說中華民國無罪推定嘛 以高院這樣子的一個說明 那鄭文燦不押還行嗎 你不押你連用這個什麼 資訊網路 都可以勾竄啊 但是我不知道 也許桃園就還要再交保 所以我就講 以後就講說 我們現在下午錄影的時間 還沒有答案很難講 不會 為什麼俊翔哥 因為不管最後 桃園地方法院 是讓他繼續金額升高交保 又或者是不交保 鄭文燦這樣來來回回來 導播你拍一下特寫 最近鄭文燦出現就是這個標情 對 不是在地院 就是在地院的路上 那他還有什麼未來 太慘了 所以 今天的結果 你約略可以預期兩個發生 第一個 他真的被壓起來 第二個 照樣給他交保 可是保釋金再提高 再提高 然後接下來 我不是不能預測 我不是半仙 但是那個桃園地監署 會不會講說我要再抗高 會不會再抗高 等一下 已經兩三次了 這個沒完沒了要幾次 沒完沒了要幾次 觀眾朋友 中華民國的這個司法史上 沒完沒了 我要壓不給壓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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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回回 五次 有沒有 五度五關 記不記得總統府以前 2016年的時候 曾經被衝撞一個卡車 就是這張照片 全都衝掉 我記得 對對對 那這個司機衝上去 有很多的罪 公共危險等等 這個張德鎮駛駛呢 他其實呢 衝上去之後 對 就一直被檢方 申請要把他激壓 是 來來回回 君彥哥你知道幾次嗎 五次 最後是沒有壓 但是檢方就一直認為要壓 所以就不斷地抗高 不斷地抗高 現在周恩燦到第三次 觀眾朋友還有比他還更多的 曾經有五次的激壓 但最後並沒有裁定收壓 好 今天還有一個討論就是說 什麼五百萬 什麼一千兩百萬 這個吳子佳董事長他說 欸 你要知道喔 今天鄭文燦的身家 幾個一開始起跳 他都覺得是天公地道的事 哇 真的還假的啊 吳子佳董事長有他的了解 就是說他認為 他是認為說 跟他這個交好的在建商 會願意先拿錢借他 不管多少錢都先借給他這樣子 但是這個說法 反而大家就想說 欸 那是不是他跟建商的關係真複雜 以前鄭文燦 但在民進黨野百合世代的時候 他是一個頭腦清楚 而且點子很多 又笑臉淫人的周瑜 後來因為應酬多 就變胖周瑜 但結果現在這樣子 進來進去 進來進去以後要變趙子龍了 你到底要欺禁欺諸幾次 那觀眾朋友 因為整個案情網上在燒 這是最新的一個 怎麼講 就是說一個資料鐵證在這裡 來 居然跟你看這寫什麼 總統府用監有沒有 俊松理事長會見 這是吳釗燮回的 2017年民國106年12月 就是我們在講 在這事情發生之後 地方希望能夠土地中化 農地變成住宅以後 你看到這邊有一個重要的字 我畫起來 總統至為重視 有沒有 是 就是賴慶婷父子 不但是去拜託鄭文燦 甚至拿了500萬去鄭文燦加 還網上疏通 連總統府都去陳情 而且當時總統府 由秘書長回函 那當然啦 這個就是鐵證 確實有這個總統府用簽 可是總統府也有回應 任何只要是社會賢達 來跟總統府陳情的話 我們都會給他一個用簽 有給用簽 不代表總統府會用特權去辦 而且最後這個案子 內政部也沒過 所以這個後續 到底有多少問題 就用多少證據來說話 昨天我們不是說了嗎 這把火會不會燒向了行政院跟總統府 桃園這個地方鄭文燦 市長在召開會議 然後同一個時間呢 陳情書進到了總統府 總統府呢 又把這個PASS到了行政院 火是不是燒進去 都在為了這個9.2公頃的農地 在護航嗎 來 今天我們看到了 最新的一個消息 行政院提出反局 他說你們不用過度解釋 曾經過去的兩個例子 也都是這樣處理的 來 打播我們往下看 他提出了一個什麼樣的一個說詞跟理由 這家 今天啊 這個韓文裡面 上面的文本來就都會寫上 著處敬負 這個就是總統太太的著了 也就是請各部會 按照夜管熟悉的範圍 完整的回覆給民眾 這個沒有護航 這個沒有什麼加速 獨候誰的問題 外界不必過度解釋 董哥你怎麼看 我覺得總統府當然 現在所有事情都要撇清啊 每個案子對不對 搞不好明天他就要開始 北京他們不認識吳明達啊 好好就認識 都會來 那我覺得鄭文燦這個案子 對賴清德最大的壓力就是 很多人都很清楚 你只要幹掉你的競爭對手 但是我覺得這個事情 總統府現在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大家覺得整個社會上 這些案子都跟你有關啊 那今天他們被人家這樣講 就趕快跳出來了 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怕 因為現在賴清德 贊在野黨 贊國會 贊中共 然後現在還有黑道 還有地方的勢力 那你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說 他在這個時候就特別的小心 要不要讓大家覺得 他跟鄭文燦這個事情有關係 那我問你 所以鄭文燦要壓他還是要放他 真的沒完沒了 彷彿在臨遲 今天第三回合 董哥我問你你講過 高院你要嘛 可以做出裁定發回 不然你可以自己做出 收壓他的決定 高院為什麼不做 第一個他不要責任啊 對不對 你現在 你裁定壓他 或不壓他 都有一邊的人會罵你 那你可能會得罪了 誰誰誰 譬如說鄭文燦 你只要看他那些律師的角色 律師有一個是段儀康的律師 有一個是邱泰山的律師 表示他們新潮流的那個疑義還在 可能負責他 那第二個原因比較重要 就是依照法律規定 你要壓一個人你要開庭 高院公親就要變市主 你要開庭啊 你要把鄭文燦找來 也要把檢察官找來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關他 那由這個庭一開的話 他就會變比較複雜 所以高院一般大家都很聰明 我不要得罪人 我只要丟回去 上面找一些東西來說 你這個怎麼樣怎麼樣 那他有點在出脫他的責任 但是也可以看到了 高院自己也在看時機 所以這個案子如果今天不押 檢察官勢必又當庭抗告 抗告高院又要接手 那到時候會堆積會怎麼樣 會堆積到這個保釋金添價了 最後就變成這樣 那如果鄭文燦被押 換鄭文燦的律師來要求開庭 我們不准押 那兩邊又是一個攻防站 所以這個法律的站非常奇妙 很少人為這樣而偷了這麼久 看到這個地方 大家會有一個共同的疑問就是 檢察官七年動不了的鄭文燦 為什麼會選在這個時間點 對他出手 而看起來還真有一個樣 雨萱來告訴我們 誰要對鄭文燦下這麼重的手 而現在傳出了 居然早在政黨倫地之前 早就鄭文燦被清廉考核 而且點記做記號 甚至還傳出 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是來自於宮廟 他是招誰惹神的 連媽祖連關公 都保護不了他嗎 是呀 君然你剛才前面講說 奇怪這個案子怎麼會壓七年 到現在的引爆 那你有沒有想過 搞不好是養案子養七年 因為君子報仇七年不晚 養了七年的案子 又不是小人報仇一天到晚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各位啊 其實在這整個案發過程中 包括2017年陳情的時候 俊哥你知道那時候 行政院長是誰嗎 賴清德 就賴清德 我話就講到這邊嘛 所以你看啦 當現在賴清德 原本有一場活動 即將跟鄭文燦同台 這是什麼 同軍大會 我跟你講兩個人都應該到 你知道為什麼嗎 賴清德是這個 同軍大會的會長 那你知道鄭文燦是什麼嗎 是什麼 李市長 所以兩個人來都剛剛好而已啊 一個是總會長 一個是李市長 所以如果鄭文燦沒出事的話 今天晚上兩個人要同框耶 對嘛 結果你看鄭文燦說 我選擇缺席參加 所以這個東西是有意義的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現在所有的范綠人士 包括你民進黨每個立委 有人會跟你承認說是派系內鬥嗎 有人會跟你承認說是這個 皇上要開砸太子嗎 都不會有人承認嘛 這個資料畫面如果 本來沒意外的話 今天晚上應該要重現的喔 你能想像說 當現在兩個人打得如火如荼 然後兩個人都穿著同軍的衣服 然後說你看我 我看你說 總統好 總統好 不可能吧 因為現在已經殺紅了眼 所以很顯然 鄭文燦的缺席 只凸顯了一件事情 這一件事情 跟賴清德跟鄭文燦 兩人之間的矛盾心情 一路上岸到所謂的司法大戰 絕對脫不了關係 昨天在中場會上 還有一個氣氛 非常的值得望位 煮討稿位 沒人在提鄭文燦這三件 強行啊 氣氛 打破了了啊 當然不敢提 因為我跟各位講 我最近遇到非常多的 這種民進黨的立委 每個人呢 討論到這個案件 大家都不提到底鄭文燦如何 因為以前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加油 文燦加油 應該臉書刷一排 三四萬讚 直接刷起來嘛 每個人都說我支持你 我相信你的清白 拜託我林志堅都挺得下去了 鄭文燦 心潮流龍頭呢 你這個東西挺不下去 就沒人敢講話 為什麼 但是絕對跟賴清德沒有關係喔 這件事情跟賴清德沒有關係的 你不要硬把他跟賴清德扯在一起 所以這件事情變成一個矛盾 變成是民進黨的You know who 好不好 鄭文燦他不講 我都還以為他改名姓佛了對不對 Vodemo 對不對 Low Volemo 變成佛地魔了嘛 絕對不能講他的名字 其實我在中場會上 大家都裝作沒有這件事情 大家都裝作說呢 絕對沒有停權三年 然後呢 大家討論老半天 本來呢 還不苟言笑 大家表情絕對不敢動 就遲到賴清德 講到奧運的事情的時候 啊啊啊啊啊 大家來跟著打哈哈 你就知道現在這三個字 以及這兩人的關係有多敏感 鄭文燦 這個星期被出手 大家覺得很錯愕很突然 有嗎 回去一看有更多的消息 今天居然傳出這一則 說原來早在520政黨輪地之前 已經有人對他進行了 所謂的考核 清廉考核 而且他似乎沒通過 他被定期做記號 這句話非常奇怪 你這奇怪各位在哪裡嗎 基本上來講 包括我們講的任何的閣員 要就人之前 當然要經過十一個單位 十一大情治單位的考核 那這個消息是誰講的 是我們的這個玉峰哥 我們林玉峰講的嘛 但他講的這句話沒有錯 但怪是怪在哪裡 如果說我發現考核的時候 的確他有安全的註記 甚至他有黑鏡的疑慮 那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還讓他當董事長 我幹嘛要用他 我就不要用他就好了嘛 所以各位有人在懷疑說 那你這個不就是養套殺嗎 換言之請問一下這個註記 到底是說我上任清查之後 才剛好註記了鄭文燦 還是我本來就對於這個人 這個案情這個案底 因為我是不是講了 賴清德那時候就是行政院長 他那時候就有經手 雖然大家有人點名到佐龍泰 佐龍泰是秘書長耶 那秘書長知道的事情 總統府知道的事情 行政院長怎麼可能不知道 而且這個案件 我們剛剛是不是描述了 打擊的太過於精準了嘛 因為剛好打擊這個案件 不會牽扯到其他人 不會開花 他的力道可以集中 只對鄭文燦一個人 不然我就問到現在為止 被申請羈押的有誰 就鄭文燦一個人 其他人是廠商嘛 不是政治人物嘛 政壇沒有撥擊到其他人 所以到底這個是刻意的註記 還是說不小心的發現 非常耐人去問 毛毛的 如果你在浮椅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 本來今天還傳出了 海經會董事長 賴總統眼裡的第一人選 也不是鄭文燦耶 所以這個各位 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因為賴清德 他的人事任命 包括我們講鄭明謙 包括我們講卓龍泰 你有發現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為清是佑 基本上都是台南幫 不是台南幫的 你休想 新潮的也沒份 要是賴系清流的才有份 你一定要是賴清德的人馬 所以他這時候 為什麼一個鄭文燦 進來會塞到這邊 所以他們有兩種解讀 第一種解讀就是說 哎呀 蔡英文硬塞的 所以賴清德真的沒辦法 但另外一種解讀就可怕了 代表什麼 你才硬塞人進來 我上任之後 我馬不停蹄 我連讓你多待兩個月 三個月 我都忍不下去 我就是要你人頭落地 還有另外一個今天 大家都在想 都在當柯南 為什麼 有人要去弄鄭文燦 鄭文燦最近 在這個董事長的任內 兩岸交流 大家寄望這個開明派 他是不是惹禍上身 因為這是亮哥講的 亮哥說什麼 鄭文燦就是兩岸關係太好了 這種宗教交流 包括甚至現在有人 陸續爆料說 先前胡歌來台 是不是引發廣大的突破 對 說是統戰 怎麼可以這樣子做 結果後來發現 好像是鄭文燦引建進來了 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消息就走漏了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有人去問鄭文燦 說文燦啊文燦啊 董事長 董事長 你真的做得太棒了 竟然把胡歌起來 你知道鄭文燦說什麼嗎 沒有沒有沒有 跟我沒有關係 不要說我不要說我不要說我 所以那個時候 就已經有人在鋪陳 有人在布局了吧 但你說比起 這個是賴清德動他的原因 我覺得說2028的競爭 包括新潮流的關係 這才是真正的 我們講厲害之根本嘛 但這個事情很重要 你知道為什麼嗎 銘幕 因為對於我們講外界而言 你去批鬥鄭文燦 藍白會不會有意見 藍白看好戲 大家吃爆米花沒意見 但對民進黨人會有意見 但怎麼樣會有辦法說服他的資質 就是如果鄭文燦 這個人涉及統戰 涉及賣台 這才是民進黨 絕對不能觸碰的紅線 也就是抗中保台 你怎麼樣讓他在這個 公廟交流 開明交流的過程當中 戴上一頂統戰的高帽子 對 這就叫先鬥臭再鬥垮 那在台灣你要把一個政治人物鬥臭 最能力的方法是什麼 要嘛是笑他 要嘛就是什麼 把他抹轟 所以你看到民進黨的這個政策 兩岸政策 跟鄭文燦的路線顯然有很大的結疑 為什麼 最近民進黨也就召開說 哎呀 中國會利用這種宮廟媽祖 宗教系統來進行統戰 甚至進入選舉 怎麼樣一個戒權法 邀請台灣的宮廟去到中國去 那去到中國去幹嘛 我收集你的個資 但事實上各位 你可能不知道 幾十年來兩岸之間的宮廟 本來就有長期的交流 我看中華民國有火頭好的嘛 甚至你看國安人士還加碼 再踹一腳 說什麼哎呀 五大宗教統戰樣態 你去中國參加鄉也會被統戰 你如果中國神來台灣巡安也會被統戰 河畔祭祀也會被統戰 那我跟你講 你乾脆把所有跟中國有關的廟宇 包括媽祖 包括關公 全部配掉好了 因為這些都是來自於中國 好淑慧 你回頭來看今天鄭文燦 七年動不了他 一動居然三進三出 今天搞不好會不會被壓 都不知道 到底誰千方百計 要除掉鄭文燦 我前天就說 這一場戲 就像是當年諸葛亮 欺情欺眾夢禍 就是要把他搞得心神不寧 折磨他 願景 我一直在說願景 其實沒有在對抗 他們就是和演這個 你裝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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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鄭文燦的臉 就越來越難看 每天回到家以後 又要再去籌錢 因為明天可能 又會被傳去 再開羈押亭 每天進了亭以後 不知道能不能再回家 回到家以後 第二天不知道會不會再回去 你看已經第三次了 會不會有第四次不知道 剛剛提到說 傳出說賴清德在用他之前 有經過11個單位 清查他的正風問題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傳出這個如果真的是屬實的話 這一個傳言是要打誰 不是要打鄭文燦而已 是要打蔡英文 為什麼 代表說鄭文燦的連政問題 是早就註記在案了 但是蔡英文視而不見 用人為親 蔡英文明知道說 他有連政問題 但是居然在他桃園市長卸任之後 把他高升到行政院副院長 而且他在行政院副院長的時候 還是繼續有傳出 譬如說跟詐騙集團的照片 然後跟這個 這個詐騙集團過重生命 澳門是不是也在副院長任內的時候 對 但是都沒有影響 蔡英文對他的信任 所以賴清德現在在出手 是針對蔡耶 蔡你用人不明 蔡你不在乎廉政這件事 你不在乎 可是我賴清德在乎 你沒有樹灘 可是我賴清德要樹灘 所以大家之前一直在說 賴清德什麼時候 開始要去針對 蔡英文過去八年的執政下手 打正就是第一招啊 過去確實我在市長市的時候 每半年 政風處都會給市長一份 政風疑慮的報告 就是告訴你市府官員 哪一些可能有政風顧慮 一個市長都有了 你覺得一個總統會沒有嗎 那市長在升遷官員的時候 也確實會先交給政風說 這個人有沒有問題 那請問一下 總統在任命行政院政副院長的時候 他難道不會先考慮一下說 這個人有沒有政風的問題 尤其他是由地方縣市首長升上來的 總要了解一下 他過去八年在地方 有沒有搞過那些亂七八糟的土地開發案 尤其正百億的稱號 不是今天才出來的耶 縣市首長這麼多個 藍綠白都有 正百億 百億這個稱號 沒有其他的縣市首長 有這個殊榮有過耶 你有聽過陳百億嗎 你有聽過張百億嗎 你有聽過什麼百億嗎 書百億嗎 蘇貞昌都沒有被稱過書百億耶 鄭百億這個大家耳熟能詳 他自己都沒有否認過耶 難道蔡英文不會先想想看 鄭百億怎麼有人這樣叫啊 去問看看這個國安單位 情治單位 有沒有問過 還是有問過 確實有這些案子 沒關係啦我就喜歡他咧 照用 那現在賴清德是不是在放這個話 有過註記我不用 蔡英文呢 你怎麼用了 是蔡英文包庇 還是蔡英文太信任了 包括像林志堅 只要是小英男孩 小英女孩 我昏庸到不管三七二十一 全部用全部信任 是 詩哥你怎麼看 我看今天鄭文燦 基本上我覺得很難逃被羈押的可能性 真的嗎 我今天很難逃 如果說 如果你看昨天這個高院的動作 搞不好五千萬交保啊 五千萬交保就沒有 他原本那個疑慮 事實上一直存在 你看之前有個案子 也是有個民意代表 被本來交保 後來隔兩天被押進去 為什麼 因為中英他去聯絡其他人啊 去聯絡一個本案的相關的人 那你出來之後你就被掛線了嘛 你跟誰聯絡 你都被掌握的情況下 你有這個情況 他就把檢察官又提出來 你跟誰誰誰聯絡 又馬上去羈押 羈押之後就進牢裡去 所以你看今天他那個高院講說 可能有聯絡啦 創供啦 甚至逃亡之餘 沒有錯 你看陳友豪 陳友豪過去不是也逃亡到海外去嗎 這種政經大咖 逃亡到海外的多的咧 所以有可能像 把國內像有院長級的 也跑出去啊 所以我覺得高院的疑慮是對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鄭文燦 可能很難逃被羈押的這個後果 那我覺得還有第二點 你看過去一個多年來 鄭文燦喔 在兩岸之間擺笑臉 不是剛好跟賴清德對著幹嗎 賴清德對中國大陸聲色力疾 然後每天做中國大陸的 怎麼樣威脅台灣 但鄭文燦 要恢復兩岸的交流 要讓海際會的工作人員 隨團去中國大陸 顯然你跟賴清德走的是 完全不同路線嘛 那老闆會覺得說 那你是不是打算在這個路線上面 跟我畫出不同的分歧 跟我去經營其他 我沒辦法經營的人脈 比如說兩岸 比如說台商 不要看喔 這些人脈經營起來之後 就會成為他下一次選舉的政治資本 他或是在明達裡面 就會有另外一個路線的代表人 甚至有一些中間路線 中間的人或淡然人 都覺得說 鄭文燦走掉路線 我可以接受啊 所以就再趁個機會 就把他連根拔起 更何況 第三個 使明達鄭文燦 鄭文燦 爛打這個小鷹 暗打小鷹 他就過去七年 收到抽屜裡 今天為什麼要拿出來 過去七年就有暗 有註記 為什麼現在時候才浮現 難道小鷹都不知道嗎 難道蔡英文都不知道 我覺得都知道 但是我喜歡你 我眼皮下 你做任何事情 我都可以接受 所以這個路線 我認為在清理小鷹的路線 清理小鷹的人馬 這些過去在蔡英文時代 吃香喝辣 撲風喚飲的人 真的要小心了 台南區議會理事長林世傑命案 休聳還沒抓到 全國大掃黑 一掃下去台北 就傳出槍響 被開槍的是大同區在地的腳頭 吳明達 他最近捲入了很多起的重案 開槍傷人不取性命 誒 這次凶手對他警告一位吉農 動機是什麼 更詭異的是 槍手是投案了 公稱 我是不滿他強收保護費 但問題是 你亮出來那把槍 居然是跟美軍同等的高規制式手槍 案情有這麼單純嗎 事實上這台北市的街頭 尤其你看那個畫面 大白天發生這種槍擊案 是 你知道嗎 其實新聞報道就講到說 當這個救護車抵達到現場的時候 居然發現已經有警察什麼什麼 在那裡去看 後來他講說奇怪 據算是有兩位傷者 在一看的時候 這傷者之一的身份不單純 你知道嗎 因為他是威震董作 叫做吳明達 那他那個時候是在一個三溫暖的外面 遭到這個所謂的槍擊 而且你知道嗎 陳如你剛剛所說的 這個槍手事實上連開五槍 那連開五槍之後很多人覺得說 哇天啊 過去我們看到幾個什麼槍擊案 是不是槍手開了槍之後就跑掉 結果沒有 這個槍手自己還帶槍去投案 那警方一定會去問 就是說你到底為什麼要開槍 你有什麼深仇答案 他說我跟你講 我是一個咖啡廳的老闆 但是因為有他們派人來收 派小弟來跟我收保護費小費之類的 所以他就覺得說 我真的是過不下去 所以我才埋伏在這個地方 開槍打他 人抓到了 槍也抓到了 動機也有了 這個案子就翻頁了 好但你先回來看 事實上有很多這個現場 後面的這個畫面 就一一曝光 比如說你看到這個畫面 是吳明達跟他 因為另外一個傷者 就是他的司機 那他們其實那個傷者 當時這個救護車 把他們送到醫院去的時候 還有大批的警力 在旁邊借戶 而且據說他在那個時候 還講說 還非常鎮定 講說叫救護人員 把門關起來或幹嘛 可是你想想看 為什麼會有警力警戒在那邊 因為其實擔心說 會不會有第二次的傷害 或者是其他糾紛出現 那以這個所謂的吳明達來說 因為他自己本身有一個 中華民國威政愛心發展協會 他們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就發了一個聲明 他聲明裡面其實提到一件事情 他說你今天兇手去開槍 可是按照現在的這個 這個警方所公佈的這個資訊來講 這個兇險拿的是什麼 他拿的是SIG的P320 制式手槍 什麼叫做制式手槍 我跟你講 什麼叫做制式手槍 就是不是塗造的 不是改造手槍 這是原廠出來的 這是原廠出來的手槍 而且警方現在也講說 這個所謂的SIG P320 這個制式手槍 它是現役美軍他們自己 本身有在配備使用的 那你一個咖啡天啊 你哪來的這把制式槍是這麼高規同等的 這個槍基本上在國內裡面 有流通的數量其實非常非常少 你要通常通過特殊管道 所以你看他的這個 這個所謂吳明達的這個協會 他就講說 你今天一般咖啡店的老闆 可以有門路 想要拿槍就拿槍 不合理 台灣不是親戚之都 是手槍之都這樣 所以你看他就講說 這個東西他們覺得有很多疑點 所以你看他後面這一句 幕後指使者啊 後面還有人嗎 這代表他懷疑啊 後面還有人 那警方一定也會問嘛 你這個彭信的槍手 你現在穿在哪裡 我跟你講這個答案 完全不出意料之外 我有一個朋友啊 他之前一把槍在我這邊 他過世的時候 槍就繼續留著 這個聽起來好像 也不知道哪裡怪怪的 什麼都是別人留給你 而且那個人都還死掉了 這個是非常粗糙的一個說法 一定要查下去 會開花 第二個疑問是 今天這個吳明達他不是普通人 剛提到也不是普通什麼大同區的角頭 觀眾朋友都不是 因為在我們追蹤社會新聞的頭版版面當中 他好幾次都是版面上的人物耶 其實吳明達他其實在發跡的時候 就是在社會上面走這個走闖嘛 那在1999年的時候呢 那是涉及北聯邦的一個槍擊案 是 那結果呢有人的講法是說呢 他也因為這個槍擊案 在黑白兩道上面 大家都打響了這個名號 結果入役服刑之後呢 後來又傳出來講說 他有涉及到其他的這個 所謂的社會案件裡面 所以大家對於他的這個印象 其實都來自於說 他的社會關係非常好 但是我也必須講 他後來成立這個 中華民國威徵愛心發展協會 也就是呢 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他們也開始做這個 所謂的社會公益的這樣一個活動 而且到處去送物資啊 關懷什麼 所以有人覺得說 他後面的這個社會形象 其實是很好的啊 可是我也必須講 其實以吳明達自己本身來講 他過去這一段時間 月上版面的時候 有些都是什麼花邊新聞 像他之前啊 他有個這個前女友 被人家稱之為 叫做殯葬業的這個蔡依林 那時候一度鬧傷新聞是 他的這個前女友 跟他講說 我們之間有感情糾紛 還說什麼 他疑似動用媒體啊 或幹嘛去打壓他 或幹嘛 結果我就講啊 那個新聞那時候大家印象還很深刻 沒有想到這一次 吳明達居然又冒 到月上的這個新聞版面 居然是被人家槍擊啊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警方要大批的這個警力 在那邊警戒 而且現在警方已經講了 他們要全力追查 這一次的槍擊的真相 當然要追下去 危害所以我們就想 今天如果是因為一家咖啡廳 他不爽被搶收保護費 可以亮出這麼高規的美軍 同等制式槍支 你不覺得怪嗎 不只如此 這麼巧 進一步爬梳 發現他熱衷公益的過程 他跟陳時中 他跟鄭文燦 都有互動有交配 有交情 鄭文燦 林士傑 才相繼出世 現在吳明達也遭到 砰砰 背後 水有多深啊 好 鄭文燦 吳明達居然中槍了 兩個特別 第一個 人特別 第二個 時間特別 我先講第二個 不是才剛剛 因為台南的林士傑的案子 行政院院長才宣告說 全台大掃黑 大掃黑啊 我剛才說而已 才在告訴你耶 觀眾朋友 當兵有一句話叫 不打琴不打懶 專打不長眼 黑道講說 欸對不起 你現在要抓那個林士傑的槍手 根本沒關啊 但是全台大掃黑嘛 那俊大哥很簡單 因為這樣一回跟大家講 如果 這個殺害林士傑的槍手 我現在從南部講到台北 好不好 那他是真的黑道有掌握的話 那跟我沒關係 不要說 但是警察一直在掃黑 大家撞不住 就有人會去講 你快點去處理 趕快出來投案吧 所以全台大掃黑是 無差別掃黑喔 這種時候 你居然還來開槍 時間特別 怎麼會這樣呢 他有什麼非開不可的理由 剛剛聽就跟大家講 他說是收保護費 OK 現在檢方都 跟警方都要來偵辦了 那你開完槍之後 你還知道 林下路的派所在哪裡 你怎麼去的 你說是誰帶你來的 怎麼看起來 又是講又兜不上 所以看來 用的槍又特別好的情況下的時候 來 第二個就是人特別了 時間特別加人特別 他到底為什麼 這個時候會被開槍 那是收保護費嗎 那收保護費是今天的事嗎 為什麼要被收開呢 好 觀眾朋友 在昨天這個開槍的哪 那個男子跑去投案 彭信男子投案之前 其實新聞圈找在台北市 你以為社會記者是吃素的嗎 吃素的嗎 他們也問了以後 第一個問到 一開始傳出來的就是這個 就是說是不是之前 曾經跟香港的大佬 在餐聚的時候 吃飯是很開心啊 可是搶付錢的時候 就是面子問題 就弄到現場不愉快 所以現場不愉快以後 有嗆聲 嗆聲完之後 你跟我們打的沒力嗎 所以我要來開你 為什麼這樣講 觀眾朋友 基本上真的是 開槍的新聞一直來 我覺得很煩 因為這個對我們明星會不平靜 但是你明顯發現 林士傑跟吳明達 這個完全不一樣 他到那邊出來的時候 人那麼多 他也沒有等錯他落單的時候 人那麼多呢 然後呢他直接開 就開手開腳 這就是一般江湖市在處理說 把你拼著 他要拼著 對啦 也不是往這個致命的胸部啦 心臟啦 或者是頭部去開嘛 對不對 好第二個 那是不是這個關係呢 是不是之前跟老大有衝突呢 這是其一 其二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 大家去爬出說 是不是你跟誰有恩怨 不然誰要來開你牆 對不對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五年前 在大同區的時候呢 有土地開發案 這個就最複雜 你有土地開發案的時候 你去籌募資金 人家也給你錢以後 後來那個開發案 延宕以後迟迟沒有推展 那沒推展 錢就進不來啦 但是問題是呢 分紅不愉快 錢也拿了以後 細節我們不清楚 所以一個 是之前參會 有這個口角 對某個大哥不禮貌 所以他小弟要來開嗎 警方去查 第二個 是不是地方的這個土地開發的 利益糾紛 所以造成了 有人要來看他洩憤 但不管怎麼樣 很清楚的 這個吳明達 他並不是一般人 他其實基本上呢 是一個常常上新聞 眾所周出的半公眾人物 而且在全國都已經有 不只行政院長 俊江哥 連賴清的總統都跑出來講 有沒有 他說我們要 我們要這個打詐騙 我們要樹灘 我們要掃黑 總統說要掃黑 院長下令全國掃黑 這種時候你在台北市 在車站的附近 直接重慶北路給你開下去 重慶南路啦 那個地方就是那個三溫暖嘛 表示說這個事情真的不單純 好 我們進去爬梳 你就會發現 哇 他跟好多人都同框喔 我點幾個 鄭文燦 陳時中 再講下去 尾翰一點點看 看出一條線 怎麼會這麼巧啊 好 那觀眾朋友 剛剛講的嘛 一個是時間特別 第二個就是對象特別 吳明達這個人特別 他哪裡特別齁 因為基本上你要知道 他來自草莽出自江湖 可是呢 他後來這幾年都在做公益事業 公益事業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他常常有這些募款餐會啊 那就是政商界的人 他都常常同台的嘛 現在看這些照片呢 基本上呢 很多都是 有的是在網路上有人PO出 甚至是 這個吳明達自己PO出來的嘛 他跟這個陳時中 曾經在這個慈善晚宴當中的餐序 當中去PO 覺得充滿希望 我參加這些活動 那有誰 有陳時中啊 鄭文燦也坐在這裡啊 對 是 所以他的政商界的關係特別好 這個是鄭文燦 對 鄭文燦 這個是陳時中嘛 然後另外剛剛那個導播 給大家看那個照片 他跟黃成果關係也很好 那因為黃成果之前 蔡英文前總統的時候 是磁屬英系嘛 對 所以就是大家把他認為說 他跟英系是相當的接近 是 所以呢他的身份非常特別 他不只是 在這個所謂的慈善界 在過去他的這個事業 還有他的出生背景 他連跟政界都有這些淵源 所以既然他都跟 有頭有染的人物在一起 基本上他的江湖地位 也就不是一般 好 董哥 所以不打琴不打懶 就打這種不長眼的 跟你講還要掃黑了 結果還要砰砰砰 所以這個吳明達 他身份可不一般啊 你來看 真的只是因為單純的說 咖啡廳給人家說保護費 被開槍嗎 當然不是啊 這對手找人來教訓他的 你可以看他被打的地方是什麼 兩個首長 你能夠做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不能做 但是會好 不會致命 他們自己開車到醫院去就醫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最要警告你 警告開完以後 我自己到警察局去投案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有備而來的 那我覺得說當然 吳明達過去的江湖文宴 他一戰成名嘛 當然殺了北聯邦的唐從生 唐從生是我們自台灣自有江湖以來 長得最帥的黑道 長得最帥沒有人比過他 那時候大家都覺得說 他怎麼敢當眾殺了人家的幫助 不怕人家來報仇 可是他就進去坐牢了 他很無敵獨行 關了18年 以後出來就變大咖了 那大咖這些事情他都敢做啊 所以我們 可以知道 連青山宮的那個他都敢去開槍啊 黃青妍大家記得吧 人家也是夠大咖 所以你把這些東西綜合起來的話 他現在寫聰明了 你有時候 只要你過去是這樣的話 要漂白就要做一個慈善基金會 這個基金會是什麼 威政嘛 做很多好事 基金會你就會碰到很多政治人物 大家記得萬華那一場 警察局長張龍星到場 為什麼 因為議員說我地方有事情你來啊 來以後坐下去 旁邊有角頭 你怎麼辦 你也不能掉頭就走 所以張龍星現在當警政署長 他非常知道 那我們可以看到 吳英達 其實我覺得他心裡有數啦 他大概知道說 是誰幹的 那我覺得 最主要這個跟南部那個林世傑 他是沒有牽連的 他是剛好 因為這個兇手也是 也是準備很久了 那他下去 他只是把人打傷 他又不用關多久 對不對 可是他達到了恐嚇的那個 而且我的槍 是美國的自治手槍 你可以看 我這個槍 可能你們其他人的集團 都沒有這麼好的槍 我後面還有更 更強的武力 這個是警告的意味很濃 那大家都知道 把這個意思弄出來的話 那以後你就不要把我們 不放在眼裡 好 淑慧現在我看到兩個問題 你來幫我們來解讀 第一個是時間點 在鄭文燦在林世傑出事之後 居然 這個事件發生了 我才掃黑耶 第二件事情 他的身分也很特殊 他跟鄭文燦同框過 他跟陳時中也同框過 這兩個看似不相干的事情 你背後參透了什麼樣的驚人巧合 其實我昨天在跑行程的時候 我助理把這個社會新聞 傳到群組給我看 台北市發生槍擊案 然後我點開一看 我看到吳明達這個名字 我覺得好熟喔 我一定在哪裡看過 後來我想很久 去年在選舉的時候 我的競選對手王世堅 黃成國帶著王世堅去見吳明達 去參加吳明達的參會 那時候被另外一家媒體獨家拍到 然後媒體以說 去跟黑道拜碼頭的這個標題 來形容這一場參會 就是這個主角就是吳明達 然後我後來就 就是那個吳明達 然後一分鐘以後 我就開始毛毛的毛骨聳來 為什麼毛骨聳來 為什麼 因為林士捷跟黃成國很熟 吳明達跟黃成國很熟 對 沒有錯 黃成國跟很多這個老大 老大 腳頭老大 可能都很熟 可是也不是所有的 全台灣的腳頭老大 都剛好跟黃成國 國歌熟嘛 對不對 那剛好在這兩個人都跟他熟 然後就前後幾天而已耶 然後前後幾天 一南 一北 兩個跟國歌熟的 腳頭老大都先後中槍 那這個是不是太過巧合了 我覺得是太過巧合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那個槍手說 他是咖啡店的老闆 他只是因為被收保護費不乾 請問一下 如果這個咖啡店的老闆 他手中有槍 他還會被收保護費嗎 應該不會了吧 我如果手中有槍 應該沒有人可以來收我的保護費 所以顯然大家都不相信這一個托詞 而這個行凶的槍手 他是有經驗的喔 他知道說開完槍以後 就像對館長開槍的那一個 這個兇手一樣 開完槍在還沒有人發現的時候 趕快去自首 因為這樣可以減輕其行 這個是道上兄弟慣用的 SOP SOP 這樣比較輕啦 這樣水比較輕啦 趕快去自首 所以這是一個SOP 警告然後去自首 這樣子行就很輕了 然後又跟國哥有關係 所以這到底是黑道的仇怨 還是跟政治會扯上關係呢 因為國哥他有兩種身分 所以如果跟政治有扯上關係的話 那這個事情就很複雜了 延續多久的時間了 全中國都在追這一部油罐車的足跡 為什麼 它分明就是油罐車 居然混裝了食用油到處批貨 讓人家吃進肚子裡去 還有更惡劣更噁心的 居然拿水肥車去運水 運到不同的地方 批送讓人喝到肚子裡去 真捅到馬蜂窩了 為什麼 這一些噁心的吃的喝的 居然已經滲透到了 中南海高官的特工鏈 這下你真捅到馬蜂窩了 居然說我只能說 中國地大物博無奇不有 但是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種怪事 你知道怪事是什麼嗎 蘇丹宏是不是有毒的東西 是 所以蘇丹宏不能吃嘛 但我從來沒有看過有人可以把 煤毒的東西搞到變有毒 就只有中國地大物博可以幹得了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各位啊 他們發現一件事情是說 原本有一台這個 應該是所謂的油罐車 那油罐車有兩種 一個叫做載化學的油罐 一個叫做載食用油的油罐 結果沒想到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把這個油罐車先跑去了化學廠 載了化學的油 然後呢 卸貨之後 你知道做了什麼事情嗎 沒有清洗 就直接跑到食物油 食用油的油廠 再把油裝起來 然後配發到食品工廠去 加碼製作 太誇張了 他們就是搞這種事情嘛 所以他們想說 拜託 這是2008年毒奶粉之後 最大的食安風暴 我跟你講這比毒奶粉還嚴重 你怎麼能想像一個國家 可以允許這樣的事件 從2008過了16年之後的今天 繼續再發生 不是啊 這兩件事不能比你 因為我們剛才講 毒奶粉這件事情是說 他明知不可為之 是啊 他刻意去下毒嘛 是 但這個不是啊 這個就擺明就鬧烏龍 你怎麼會天兵到說 我去拿裝化學原料的這種油罐車 然後同樣再把同一台油罐車 跑去裝食用油 因為這個是整個 連監視計畫都拍到 他跑到哪裡 他先跑到浙江一個化學工廠裡面去 他去化學工廠幹嘛 當然是載油啊 他載的是什麼 化學油嘛 他們化學油載完之後呢 跑去卸貨 卸貨之後他連洗都沒洗 就直接再跑到食物油的油廠 再跑到食用油廠 然後裝著這些食物油 裝著這些食用油 然後跑去幹嘛 配送 因為是各大我們講食品工廠都會需要用油嘛 是 所以他們就看到 誰吃到誰倒霉了 對他們看到這個 來你看喔 他們說這些他到底跑來哪裡去了 很可怕 來你看喔 第一個金融魚 這個是我們講的金融魚工廠 甚至物流集團 甚至呢 陝西的油料小作坊 包括駐馬店河南的這個康油廠 陝西的西瑞集團 各位啊 等於是全部他們現在去盤查 他的所謂的行動軌跡 跟我們當時的液調足跡一樣 你知道嗎 去查載油的軌跡 你發現不對 這個全中國到處都遍布了 到處都有跑 從南到北他都有去涉獵掉 所以他這個tank裡面 他已經混了那個化學油 跟食用油 然後通通配下去 通通吃下去了 對 所以中國官方很生氣嘛 所以你這個行為喔 跟投毒沒有什麼兩樣 對 這就是投毒耶 因為我坦白講 這叫做便宜形勢嘛 那便宜其實沒有人便宜到這種地步的啦 那為什麼說 你知道這個陝西喔 是他們最至關重要的一個大問題 因為這個陝西你知道是跟什麼有關嗎 跟中南海有關 他剛好把這個原料 送到了來 中國特工的食品 我知道你會說阿宇軒 你到底什麼叫中國特工食品 我跟你講 中國有一個怪現象 因為他們普遍對於食安都沒有信心 所以包括中南海的官員 他們有特別製作 比如說米阿 油阿 鹽阿 就是精選過的 叫做特工品 而今天特工品 會放在百貨公司 比如說四樓 某一個神秘的房間裡面 七號房 那你一定要是高官 你才可以憑證 進去裡面 而且進去裡面還可以幹嘛嗎 奢障 所以他們這時候就講說 奇怪我們底下吃地溝油 我們都吃一些亂七八糟的 然後你們高官都吃一些身體健康的 結果現在你知道中國人民感到心安慰 你知道為什麼安慰嗎 因為終於你跟我們一樣了 你都吃到這個奇怪的 亂七八糟的油了 所以太慘了 這就是為什麼講說 如果他今天進入了特工店的話 你真的是 該死人 你真是捅到馬蜂窩了 對 所以他們講為什麼高官這一次 一定要嚴格查辦 甚至態度非常嚴厲說實 這個就叫做投毒 因為理由很簡單 以前呢 如果說是一般的老百姓 老百姓吃到 沒關係啦 你看醫生就好了 沒病啦 不甘不幸吃了沒病 但這一次不一樣 這一次是中國高官 你看一下 特需專攻 內部特工 這多麼嚴重的東西 就是給高官吃的嘛 給我們講的什麼 什麼正部級 什麼正國級 這種高官吃的 結果竟然連他們都吃到 所以難怪 這時候才說要嚴厲查辦 這下就真的叫做雨露均沾 怎麼辦啊 來 更噁心的在這個地方 居然 該喝得乾淨的水 他是用什麼東西把你運過來 用水肥車啊 對 你看 他遇到這件事情 中國官方態度 就好像沒有那麼激烈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才是講 化學油的車輛 跑去載食用油 結果他這是什麼 他是說 原本你看到一台車子對不對 然後他還送水 到處去送水 各位就你看到喔 貼開了送水車 結果他說為什麼要用紙貼啊 結果民眾就好奇 把那兩個字塞下來 就發現說不對 這不叫送水車 來 再看一次喔 送變成什麼 變成吸 送怎麼變成吸 這水變成什麼 變成這個肥 他變成吸糞車啊 他等於是說原本 是不是包括管線裡面 有那種排泄物 到處去吸 到處去吸嘛 臭臭臭臭 排泄物吸一吸 結果他吸完之後 排放完之後 讓我們再裝水 裝水之後再去 恭喜給大家喝 這中國 第一大物博 這種怪事什麼都有 化學的可以拿去 給人家當食用油 連這個吸糞車都拿去送水 拜託一下 車子沒那麼貴 多準備幾台 有這麼困難嗎 牽扯到車的是 絕對沒有灰色地帶 習近平說 中國人的辦法 牢牢捧在手掌心 前面是人禍 再來連天災 老天爺都不幫忙啊 所以坦白講 如果我是中國人 我什麼都不會相信 我直接就會跑到產地 跑到地裡面 自己去割麥子 自己去割西瓜 自己來吃 但你不知道 等到中國人如果 跑到產地之後會發現 完蛋 為什麼 產地怎麼通通都沒有 因為他們現在不是講 南遭北漢 南遭北漢嗎 北方種什麼 有玉米 玉米不好意思 太陽太大了 打開了 整個延後 我們講 才能夠收成 就南方呢 你以為想要去吃 這種好吃的稻米啊 對不對 不好意思喔 整個都已經被洪水沖走 所以以前習近平 在講句話說 哎呀糧食安全 就是我們的國家安全 糧食安全 世衛國家安全 你們現在國家有危險了 為什麼 因為整個糧食出現 大危機 極端氣勒的關係 而且甚至是我們講 這是天災啊 但還有人禍的部分啊 中國是不是 常常傳出說 淹水淹水 結果後來發現說 根本不是因為雨下太大 是什麼 是因為官方 整天都在洩洪 比如說以這次為例好了 湖南 總共有87個水庫 他們講 中國恐怕是 數以萬計的水庫喔 每個都跟核彈一樣 危險為什麼 87個 無預警 同時洩洪 結果你現在看到畫面 它全部的水 可以全部倒出來 結果你知道 下游發生什麼嗎 動物農場 直接被淹死 然後人的家裡的家破人亡 各位你現在看到的 就是農場的畫面 拜託啊 你看那什麼 那豬仔呢 全都泡在水裡面 全部都被淹死 所以導致說 民眾呢 只能夠怎麼樣 政府不救我們 我們只能自救 有一個女子就是這樣子 他就開車開車 然後過橋下 就過這個水寒洞 結果水了 淹上來了 淹上來了 這個男子很英勇喔 說來來來來 我來救你 他直接用手 就把這個車窗 有沒有看到 徒手把車窗 先敲碎 用手敲 再整個撕下來 把這個女子給救出來 而且不只是這樣 他們講說 泡水車問題 太嚴重了 所以中國各地現在怎麼樣 他們說以後我們造水喔 要有一個新方向 中國是不是最愛 宣揚自己的兩棲登陸艦 那我們以後乾脆 坐這種兩棲登陸車 會游泳的車子好了 否則我們實在不知道 連吃個飯 都變流水席了 流水席什麼 台灣也有流水席啊 他們的流水席不是啊 是我這邊一吃 腳下水一邊流 一邊流 然後到海外呢 鬼咖 蛋糕住 否則呢 吃著吃著可能又有東西 會滾進去了 而連水庫 我們講山東 也一樣被淹沒 所以你就知道 在中國正常的東西 也不能吃 而吃這種有水席的東西 我都懷疑上面的食物 會不會都還比 用那種我們講的西份車 用那種我們講的 奇怪的化學貫車 帶的油還來的安全 大家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武器暴行文 俊相 還有優秀的武器暴行文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